坟墓也裂开了 这坟墓裂开了 死人没有复活 什么时候复活呢 我们请大家看 27章 马太福音27章第53节 第53节 到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 进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耶稣复活的时候 这些裂开的坟墓 里面已死的人也都复活了 我们等一等到复活的时候 再讲这问题 各位这件事情 在当时的时候 可以说非常的震动 地震 磐石也崩裂 殿里的曼子裂为两半 可以说对当时人 是个很大的惊奇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基督 他已经死了 可是突然 有一个人看见这个情况 他就大声喊了一声 请大家看第54节 54节 白副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 看见地震 并所经历的事 就极其害怕 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 这个白副长 还有其他的人 主要是白副长那里说 这真是上帝的儿子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白副长 他就看到这幕景象以后 他就回忆起 主耶稣基督 被鞭打 他看到这么一个人 打了好几次 鞭打了以后 定了他的罪 就让他自己 背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要到 隔隔他去 在路上 他背不动了 有西门 带替他背着 到了 刑场以后 就把他自己 定在上 这个白副长 在看的时候 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 当定上去以后 他首先听见 他就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这白副长心里 就更感动了 这一位 被别人这样 钉在十字架上 他竟然说 天父上帝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是知道的 但是 耶稣说的话 是要替这许多的罪人 赎他们的罪 他们就是知道 也把我 钉在十字架上 我要求上帝赦免他们 因为这幕后策划者 是魔鬼撒旦 所以在白副长看见以后 深感到 这个人实在是 让他不理解 不理解在哪里 不是个普通的人 他的话 让他感到 在他的身上 有个无限的大爱 在里面 一般人是绝对 不会这样的 接着 他就听见 很多的人 来 击巧他 白副长 就感到很惊奇 这个人 怎么你们要击巧他呢 说他是上帝的儿子 可以下来 这种声音 白副长听见以后 白副长 没有继续耶稣 反而是他的心中感到 对这些人 很厌恶他 紧接着 他又听见什么 就是在十字架旁边的 那个强盗也随火 继续耶稣 可是另外一个强盗就说 你我 受刑是应该的 我们是罪人 但这个人 没有做过一件恶事 你这样 来继续耶稣 你不怕上帝吗 在这情况之下 这个强盗就说 主耶稣啊 你得我降练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白副长就看见 这个强盗 为什么在的时候 会和一众不同 他能够求耶稣 能够纪念他呢 这位在十字架上 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在他的 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就显出他的爱 他在为世人而牺牲的 是一位救助 紧接着 他又看见 耶稣基督 对约翰说 看你的母亲 又对母亲说 看你的儿子 在他自己极其痛苦的当中 还 关心着自己的母亲 这一幕一幕的景象 白副长都看见了 后来 十字架 周围整个都黑了 哎呀 这个时候 他就听见耶稣 发出一个非常悲惨的声音 说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你为什么离弃我 他的心中实在是感到 非常的痛苦 为什么 在他自己有个深深的感受 我现在就是最深 我 所有世人的罪都在我身上 我的确是个最深 在耶稣那个时候所看到的 就是死亡 他没有看到光明 他看到就是死 因为罪恶在他身上 他真正担当 那么临到他的就是真正的死亡 而上帝在的时候 就 眼面不看他 所以十字架的周围 就都黑暗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耶稣基督 那些话 白副长都听见了 后来 耶稣 当他断气的时候 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圣殿的曼子 从上到下 就列为两半 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他就感受到 这个自然界 怎么也起了这么大的变化 这一切的一切 白副长 看见听见了 所以他就大声说 这真是上帝的儿子 各位 这是他发自内心的 他感受到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这样 耶稣就 死了 白副长 我深信 这个白副长 经过这许多 他已经看见 这位定在十字架上的 绝不是普通的人 他是为世人而死的 他的一切都表现到 定在十字架上 他是无罪的 但是他为了担当 人类的罪 忍受了这一切 所以白副长 他说 这是上帝的儿子 他怎么知道 是上帝呢 根本他不相信上帝的 罗马人 受罪恨 耶稣 所以我们知道 后来 罗马人继续 把很多基督徒 都丢在斗树场里了 但是他呢 就看到 这真是上帝的儿子 因为这些景象 都深深的 在他的心中看到 这位不是普通人 在他表现的 就是宇宙的主宰 爱我们世人 所有的一切 这样 耶稣既然死了 人呢 也都一个一个的 都离开了十字架 他们都回去了